娱乐周到无需客套 从秋女神离开了王岛 她的下一个爱妃就变成了关秀妹 关妹娘是被王岛一手捧起来的 还喜提了性感女神的称号 但论名气 她的名字不算耳熟能详 论结局 她因为入狱而前途近毁 比起秋树珍的家庭幸福美满 关秀妹56岁仍不婚不育 显得有些凄凉 同样都是金女郎出身 为什么差距就这么大呢 在香港没有谁的命运 是一场港节选秀扭转不了的 纵观港于那些红极一时的女星 要是每个港姐头衔都不好意思和别人说话 21岁那年 关秀妹也去选过港姐 可惜肤白貌美大长腿的美女 这个舞台从来不缺 关秀妹连12强都没进去 就草草退场了 出身菜市场的贫困花妹 本来想靠着这次机会 能彻底翻身奴奴把歌唱 现在却只能回家跟着妈咪继续卖菜 貌美如她怎么可能甘心 但是没想到峰回路转 她的好身材引起了TVB的注意 即便早早落选了 TVB依然把她迁到了旗下 有趣的是 那一年的八七港姐冠军杨宝林 和亚军杨颖贤 虽然也都进入了娱乐圈 但他们后来的发展势头 还真不如关秀妹好 可能是因为她刚刚签约 就幸运地遇到了王金的缘故 当时王金要拍一部电影 金庄追女仔 周润发张曼玉 曾志伟陈百祥 一个个亮出来都是红得发紫的大腕 这样的电影 即便是去跑个龙套 也能拿下别人难以想象的人脉资源 更何况是王金亲自点名了关秀妹 要不要来演个配角 就这样秀妹兴高财烈地来到了剧组 脑海里已经在盘算着 红了以后赚了大钱该怎么花了 可惜天不碎人怨 和大腕合作并不能让她一炮而红 而王金这边鄙视正是邱淑珍的盛宠时期 王导根本没空把心思 画在不如阿珍的女人身上 因此阿妹被卡在了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上 你说她不红吧 和她合作的都是名导大咖 你说她红吧 观众就算认识她的脸 但也总是叫不上她的名字 不温不火能怎么办 先熬着呗 靠着在各路电影中刷脸 关秀妹一混就是七年 直到王金再次把视线聚焦到她身上 她的事业才再次迎来峰回路转 1995年 彼时的王金拍摄了《鼠胆龙威》 按照惯例 她依然让邱淑珍当了女主角 同时她又再次启用了关秀妹 闲爱阿珍并不耽误王导在花海里畅游 这也导致邱淑珍对她极度不满 两人的感情眼看就要走向分崩离析 关秀妹看准了机会 再次找上了王金 准备搏一搏 看看单车能不能变摩托 果然这一次她压对了宝 王导再次见到阿妹 小儿聚光的眼睛瞬间就亮了 就这样阿妹顺利被王导留了牌子 此时她才发现 王导捧人的方式有些独特 想红那就要敢漏啊 当初她用这句话哄骗邱淑珍 让她拍了许多大胆的尝试 因此哄透了半边天 如今她又用这句话哄骗了关秀妹 这似乎成为了王金的捧人密码 一个敢教一个敢学 阿妹很快就听从了王导的建议 于是在接下来的电影《贼王之》中 她就亲情上演了一场尸身戏码 昏暗的房间一盆冷水醍醐灌顶 关秀妹瞬间全身湿透 就这么一场戏 让一直不温不火的阿妹彻底红了 姑娘不禁心生感叹 王金指导得好啊 自此阿妹掌握了流量密码 并且利用自己的名气 做起了护肤品生意 从前那些为了报复而准备的花钱计划 现在都派上了用场 一时风头无两 更得意的还在后面 97年邱淑珍宣布和王金分手 转身就嫁入了豪门 把王导甩了个彻底 看着王金情场失忆 阿妹赶忙见凤插针 进入龙在江湖剧组 继承了邱树珍的位置 当上了新一代港影御用女主角 从此也开启了她和王金 纠缠不清的八年时光 虽然关秀妹被王金一步一步捧成了性感女神 荧幕上都是大胆的表演 但阿妹的情史却意外的简单 在遇到王金之前 她也曾和港女小生钱佳乐谈过恋爱 钱佳乐算是娱乐圈里少有的老实人 和关秀妹相识以后两人曾一度坠入爱河 非常甜蜜高调的官训了恋情 可惜交往了一年 王子和公主就分道扬镳了 当阿妹和王导牵手成功时 阿乐也陷入了港姐冠军 李珊珊的温柔香不能自拔 爱到深处 钱佳乐无数次向李珊珊求婚 但都惨遭拒绝 和李珊珊相比 阿妹就没有那么幸运能得到一份毒宠了 想当初已婚的王金就是因为无法给邱淑珊名分 才导致阿珊愤然退圈转嫁他人 如今纵使关秀妹再千娇百妹 也不及邱淑珊当年的风华 王导又怎么会管她开心不开心 从32岁到40岁 阿妹硬是和这个男人 白头了8年 好在她也不是什么都没得到 在王导的力捧下 阿妹拿了一手好资源 每部电影都出彩 她不仅在香港红 内地观众也非常喜爱她演的电影 有时她是大哥的女人 英姿飒爽果敢勇猛 有时她是活泼开朗的少女 爱着一个不靠谱的千王之徒 有时她又是眯眼抱牙的丑女 和姐妹们欢声笑语一起变美 渐渐的 她不再需要一身清凉 也能吸引大众的目光 戏路也越来越多元化 此刻她似乎将一切看得通透 中年油腻胖大叔没有小心肉香 2006年 40岁的观秀妹被爆出 恋上小七岁的亮仔演员李尚文 吃瓜群众顿时炸开了锅 从来都是王导给老婆投上种草 难不成还有人能给大导演戴绿帽 比诗大妹刚刚拍完王导的电视剧 梨花暴雨 这部剧也成了她最后一部作品 从此以后便正式退圈 牵着小男友的手回家享福去了 难道小心肉真有这么大魅力 能让港影御用女主角都甘心吸引回归家庭 事实证明尸瓜群众又想多了 王导是不可能戴绿帽的 原来早在2004年 王金就有了一位新宠陈伟 陈伟是1996年的亚解冠军 才貌双全火辣性感 比关秀妹小七岁 不知道阿妹也同样找了一个 比自己小七岁的小男友这个行为 是不是在讽刺王金呢 那时陈伟主演了王金指导的电视剧 《美丽传说2》心愿 从此就剥夺了秀妹的所有宠爱 于是秀妹便主动离开了王岛 她深知自己没了大靠山 以后的星途也不会好走 便干净利落地选择了退圈 关秀妹的退圈 不仅仅是因为失去了王金的庇护 主要原因还是那件入狱丑闻 2002年 正值阿妹事业的鼎盛时期 从卖菜女到一线女星 她靠着自己的努力实现了阶级跨越 每天游走在上流社会 妹姐许是有些飘了 在一场奢华party上 喝得伶仃大醉的秀妹 忘乎所以地坐上了豪彻的驾驶座 副驾驶上还坐了一个小鲜肉 有传闻说这个年轻人正是李尚文 当时就已经和关秀妹秘密交往了 这个说法并没有实锤 但既然阿妹喝醉了 仍然想浪漫兜风 想必对方也是个 能让性感女神心源意满的人物 果然不出意外的意外撞了车 交警赶到现场时 隔着二里地都能闻到她的酒味 受到惊吓的媚姐 此时也酒醒的差不多了 看到撞车的场景 自己心里也是一阵后怕 但当务之急是要应付阿瑟 此时她的脑筋一个急转弯 看向旁边副驾驶的年轻人 一个歪主意横空出事 你们谁开的车 他 男人懵了 你36度的嘴里 怎么能说出这么冰冷的话 结果可想而知 原本扣分罚款就能解决的是 愣是被关秀妹的纵横谋划 搞成了妨碍司法公正 喜提两个星期的包吃包住 铁窗体验 狗仔的信息一向 比官方公告还要快 很快 关秀妹的入狱丑闻 就传遍了江湖 原本大好的事业 也就此停滞不前 有了这桩案底 阿妹在娱乐圈举步维艰 就算是王金也带不动她了 此后她只拍了两部戏 便彻底离开了大众的视线 2020年54岁的关秀妹 再次出现在香港街头 记者惊奇地发现 她仍然和小男友在一起 这段姐弟恋 竟然维持了16年之久 食指相扣漫步在街道上 阿妹依旧身材纤细窈窕 虽然年华已逝 但仍然皮肤细腻紧致 只是她的表情 多了一些平和淡然 记者上前轻敲车窗 再次面对大炮一样的相机 妹姐浅浅一笑 挥了挥手便乘车离去 虽然这一生她都注定 要走在邱树珍的身后 但至少在离开娱乐圈后 阿妹终于可以为自己的人生做主了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 近年来 关秀妹早已经不过问娱乐圈的 是是非非 没有任何的留恋 虽然传出一些恋爱绯闻 但始终不见她的婚姻结果出来 大家也会疑问 像她这样的 要身材有身材 要样貌也有 可为何就是不能大红起来呢 到如今也只有56岁的年龄 却为何没有再回归娱乐圈 不过作为外行业 我们真的不知道 这娱乐圈的江湖到底有多深 只有曾经身处里面的人才懂得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行车不规范 亲人两行类 意外灾难并不会因为你的身份地位 而做过多的眷顾 有些底线一旦触碰 最终都会迎来万劫不复 娱乐圈里最不缺的 就是那些叛逆的明星 你越不让他做什么 他就偏要做什么 谢霆锋 陈乔恩 都曾因为酒驾而备受指责 险些毁了自己的事业 甚至还有洛桑 因为酒驾直接丢了性命 拒绝酒驾不仅是对自己负责 对家人负责 也是对他人的负责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